你根本不会做生意啊 我哪里不会做生意 你这个水果店有生意吗 你叫死做生意 我现在教你如何活着做生意 好吧 那比如说你刚才给我看的这个 你不要打七折啊 你这个榴莲打七折 你应该说第二斤半价 知道第二斤半价打几折吗 不知道吧 第二斤半价是打了八折 比你打七折更有价值啊 是吧 所以第二斤半价让顾客会有过去感 而你直接打七折 这个价值感没有啊 而且你的销量会提升 是不是啊 因为大家都会买两斤嘛 是不是啊 还有啊 你千万不要打五折 你看我给你拿过来了 你不要打五折 你应该说买一送一 买一送一跟打五折 你选哪个 打五折会把原来产品的价值 给它破坏掉 而买一送一呢 它本身具有什么获得感 你本来买一斤还送一斤 而且不破坏产品原来的价值 对不对啊 我还没搞懂哎 三人同行一人免单打几折 三个人同行一个人免单 相当于是买二送一嘛 6.7折 对吧 我再问你啊 第二斤半价第三斤免费打了几折 又不知道了 打了五折啊 是不是啊 当然啊 这第二斤半价第三斤免费 如果你的水果哪天卖不出去了 快烂了 你就用这个清仓 好吧 这样的话清仓速度就更快嘛 你缺不缺现金流啊 缺不缺这个 有点缺 你不要老是这么害羞嘛 是不是有点缺 我再教你一招啊 充值三倍当天免费 比如说你店里面不是有那个会员卡吧 对 比如说我买了500块钱的水果 我想这500块钱免费怎么办 我办个1500块钱的卡就可以了 这个打了几折相当于 哪里三点几折啊 七点五折啊 没那么夸张的 你听起来好像很划算是吧 给顾客造成的错觉 当然啊 这个是你缺现金流 缺这个的时候可以搞一个充值活动 并且充弯子你不能跑啊 行吗 学会了没有啊 没学会多看几遍啊 那买单吧 到哪里买 到里面买单 那我们就买单